人祸又是天災 中国旧经济哪经得起这样的折腾 观众朋友 历经80个小时 湖南洞庭湖220米的溃堤缺口 才补上而已 没想到你看到这是哪里 富士康所在的河南郑州 一系之间淹成这样 车辆再浮再沉 让人想起三年前车型地下道 淹死十几个人的720悲剧 给大家看一个数字 你现在看到这个水位 只差当年720 只剩2米而已 可不可怕 再给你看一个地方 上个月才刚刚 高温干旱告急的山东淋漪 山东烧烤之都滋博 如今一秒变水都 中国经济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吗 我们先来看一个高温异象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上海 那上海它有一个高价桥 结果被人发现 为什么大家开的都很慢 而且一直回赌 而且开到某个路段的时候 所有车都会隆起 好像是有点类似我们说那种减速板一样 结果后来不是 我说的高温异象指的是这个桥啊 钢筋混泥土的铺装成 受热膨胀竟然突起7公分 而且不止一处 有四处 好那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 郑州又再度淹水 引起了大家的恐慌原因 是因为我们想到2021年 河南大淹水当时720一共有1400多万人受灾 400人离难有300多人都是在郑州 所以这次郑州他们看到水又淹 当然会慌啊 好 一个晚上在7号的时候 一个晚上它的降雨量就超过50毫米 其实坦白讲 我觉得河南这个郑州 里面一定有人祸 我们常说天灾人祸 而这一次人家讲说 可能是人怒天祸 为什么呢 因为50毫米一个晚上下下来 可是却可以让整个郑州淹成这样 刚刚我们说到有民众看到说 距离上是720的水位 大概也就只差两公尺 好那你看这些停车场 那当然就堆了沙包这些的 都已经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都还算好 还有了后面的画面是淹得更惨的 结果呢很多民众就只能自救 因为我刚才说嘛 天灾里头有人祸 可能有些 这个我们说的 宣泄这个地下水道的这个没有做好 让水没有办法宣泄出气 他们就自己围 自己堆沙包 然后他们就只能自嘲啊 就说你看 我们自己围自己堵 自己做这个防空枪 开启看海模式 好那我现在就带大家去看 很恐怖的画面了 说那个淹水来 车子的高度就这个 车子的高度大家先去看哦 大概都淹到一半 然后呢 我觉得淹的高度 还不是让大家觉得最恐怖的 是那个水的 它的冲力 所以所有的车子 如果你是原地被淹 那代表你的水可能 只是那个深 但没有那个力 但是它全部都在飘耶 来我刚才说车子的高度是这样 大概1.6公尺 所以你看只要淹一半 就是超过80公分 要是灭顶的 那就是超过1公尺多了 人在旁边 是开着船在拍的啦 好那街道的水 已经大到这些出现了这个 随波逐流的车海 你说知道民众为什么会害怕 中伯刚刚提到了 这是天灾 还是更像是人祸 我们给大家看一条 在河南 大名鼎鼎 贴满磁砖的这条河流 有没有印象回来了 对 这条河流大有猫腻啊 是 那就变成是以前说的叫天怒人怨 现在是人怒天怨 为什么呢 这条是河南 赫赫有名的郑州津水河 为什么说它赫赫有名 因为之前才传出说 他们在旁边 有没有你看 旁边人行步道的那个 与河之间的那个高低差 他贴了石板 但他贴石板竟然要34亿人民币 也就是100多亿台币 他那时候贴石板 他号称就说 我这样贴就不会决题啊 结果呢 我画面再播一次 这次不是又淹吗 要淹了之后 你看那个河水 已经快溢出来了嘛 有没有决题呢 有啊 这里啊 民众直接把他的怨气 直接就在 放在他的画面上 让给你看啊 那边 桥下面那个地方 已经开始出现决题口了 好 为什么你花34亿人民币 去贴这些石板 号称给有百年防守 就当初他贴的过程 那时候河水位没那么高 你贴的时候 你信心满满说 我可以防百年洪水 结果呢 你知道当时在贴工人 就直接在爆料 就说这个河水 金水河 水深也不到一公尺 只要下大雨一定会淹 你这样贴不是白贴吗 还说 这个金水和真名符 其实贵如金啊 中国抢救洞庭湖 这下麻烦大了 怎么会短短不到72小时 一个破口提防 从10米不到的缺口 列成超过220米的大破口呢 更让人民愤怒的是 你堵不住提防破口 政府就堵你的嘴 一份独嘴的文件 如何全面引爆民怨呢 今天人据要进一步来告诉大家 洞庭湖溃提恐怕不是单纯的天灾 它更像是人祸 祸首居然要从多远的三峡大坝来讲起 有什么关系呢 事实上你刚在画面所上面所看到 整个洞庭湖溃提 对中国大陆来讲 真的引发非常大的震撼 为什么你知道 你刚在那画面上面 居然有看到那个 本来应该是在SARS的卡车 居然从溃提的那个地方 这个车子就直接掉下去 所以有没有 就像这个 那表示到底是怎样 你要到SARS 也不用把整台车都倒下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们真的急 因为现在官方是预估说 在明天中午之前 有办法把这个洞庭湖溃提的情况 给解决掉 所以你看到了 满载SARS的货车 连车带SARS 一起栽下去 当防波提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为什么有这么急呢 因为中国大陆网友 其实现在高度的质疑讲说 你们最近才花85亿的人民币 要进行所谓的提防加固 那你为什么还会溃提呢 甚至有网友就讲说 你如果今天 在一开始溃提的时候 如果你用这个 所谓的专用的砂带 你今天把这个东西 给堵住的时候 是有机会堵住 因为你洞是小的嘛 结果没有想到 他说居然发现到 就像刚刚画面上面 那个砂石都用散砂直接倒下去 那那个水流这么湍底 你沙子一倒下去 它整个就冲走了 所以这可能是第一个人祸 所以怎么会有这种方式 去想说 我今天把这个溃提 你用这个车子 车子难道不会被冲走 而且你看 不止一台车 好几台车都掉在那个地方 用错方法 就宁可用车子 去堵住水流 这个让大家很好奇 你知道 然后再来就是呢 官方的解释 是说 对啦 我们是有花了很多很多钱 去做提防加固 可是这一段我刚好没做到 所以它溃提 好像也不关官方的这个事情 可是你知道吗 你从这一个影像里面 你就会发现到 为什么它的危机非常大 这两张图要怎么看 好 事实上呢 这是整个动体 那个动体壶溃提的一个动带影像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原先的 这个所谓的图 后面是溃提之后 你会发现到 整个面积非常非常 这个颜色的部分 黑色是水 就是水嘛 那你可以看得到 事实上它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对旁边民众来讲 水位不断的上升 居然造成它非常大片 那个所谓的草地的面积 在35天左右 全部就消失掉 所以你看左右里面 你对比 你会发现 它这个水域的面积 一直扩大扩大 短短几天 多出了5.5倍的台北市 你想想看 当它这个不断的溃提完了之后 那大家更好奇的是 它的这个动体壶的水 从哪边 是不是其他地方 一直这样灌上来灌上来 所以现在民众就开始 不断的质疑讲说 你这个大片的土地面积 不见得完了之后 是不是造成人民 这个财产的损伤 那我问你 因为周休二日 这样的推播新闻 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即时新闻 一直出来 一直出来 我想说 到底会闹出多少人命 它影响人民的居住安全 有多严重 没有人知道会到多严重 所以民众只好做一件事情 你知道逃 你知道吗 现在统计将近有6万人 直接开着车 能跑就跑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 这个要逃离的时候 我只有记得几年前 就COVID-19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想说 赶快离开 不要被封城 结果没有想到 这一次居然是因为 洞庭湖溃提 一大堆人想说赶快跑 而且严重到 你看路上整个车子 塞成这个样子 那现在大家就来讲说 你到底是不是官方 在一开始的时候 处置私当 你不用专用的沙袋 你居然就倒沙子 结果现在传出来讲说 官方其实在溃提当天 居然有一份 所谓的红头文件 意思是说有什么 你从这边 关于全线公职人员 你如果经级 取消休假之后 还禁止个人 对外发布讯息的通知 那这代表什么 是你要把这个 所有的讯息全部给阻断 不让外界知道真实的状况吗 官方你要知道 洞庭湖是整个长江流域 最重要调节防洪的 那个水域 结果这个水域 现在自己变祸害了 为什么我说 这极可能是人祸 因为第一 你花了380亿台币 钱花到哪里去 有没有人魔不脏 第二 你第一时间 居然用卡车连同散沙 就这么栽进去 想要当防波堤 这么笨的方法 谁让你们决定用这个方法 在在都是人祸 第三个人祸 大家开始去找原因 居然找到上游的 三峡大坝 有什么关系呢 你在画面上面看到 这个三峡大坝 被这个称作 叫做世界级的工程 原先是希望 透过这个水位的 调节的部分 也能够让它 这个所谓的 这个船运的部分 做得非常顺利 结果没有想到 现在居然发现到 如果上下游 同时出现暴雨的时候 很有可能就让 不具防洪能力的 三峡大坝 现出原形 那我刚刚提到 事实上你在画面上面 所看到 这一次也有人 执意讲说 是不是因为三峡大坝 这边的水实在太多 所以他们用泄洪的方式 你知道 那一泄洪完了之后 就导致下游的水 会整个大暴涨起来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刚刚提到说 三峡大坝 最重要是在 调节它的水量 对不对 可是你调节水量的时候 就会让下游的民众 发现到说 当我三峡大坝 把它给封闭的时候 我的水是不是就留在上面 可是当我下面 变得没有水下来的时候 就没有水气了 很有可能会造成 中下游以下的这个地方 产生干旱的状况 那等到你今天开始 进入到好雨季的时候 上下游又开始 大家一起下雨的时候 你上游把水又放下来的时候 反而变成什么 反而你这个三峡大坝 很有可能承受不住 担心这样的时候 你就大量的泄洪 甚至还有你在画面上面 所看到 三峡大坝这几年 一直被谈到说 是不是有位移变形 因为你虽然是做 这个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工程 可是你整个的蓄水量 到的时候 只要稍微又一个不胜的时候 你看过去都一直在提到 像这个 它这个大坝理论上 应该是直线一条 可是你看很多人就质疑说 在这几个点里面 是不是有出现 这个所谓的变形的状况 当然官方都讲说 没有问题 可是你知道吗 在网路上 也有人做了 这个所谓的模拟 也就是他们在测试 三峡大坝 如果溃体 也就是他溃坝的时候 就在画面上面所看 会呈现怎样 你看哦 我们刚刚提到洞庭湖的部分 是不是只有一个地方溃体 可是你刚刚看到 是整个霸体 全部溃烂掉 因为上面的水压实在太大了 如果你今天在 30分钟之后 如果溃体的时候 它会整个往下 高达20公尺高的洪水 以时速70公里的流速 你想想看 时速70公里 人的水大量这样冲下去 对于下游来讲 不要说人 车子啊 可能连房子 全部都会被冲滑 中国全力抢救洞庭湖提防的破口 这下麻烦大了 短短72小时不到 提防的破口 居然从一个10米不到的小缺口 裂成了220米的大破口 水一淹下去完全失控 6间700多座足球场等同47平方公里 通通淹水 更让民众愤怒的是 堵不住的提防破口 我就堵你一张嘴 这一份文件一出炉 全面引爆民怨 中国在我们看到 抢救提防破口 会不会变成了国安大破口了呢 先来说我们台湾 国内的天气 由于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 因此在未来这一周 甚至10天都是一样 白天高温晴朗 但是到了下午 就会出现雷震雨 强降雨 很不幸的像今天板桥 就有一名工人 他早上在施工的时候热中暑 可是你看看刚刚 在整个台湾地区 下午下的那个强降雨 每个人全部都淋湿 这就是一下冷一下热 一下干一下水 那讲到这样的一个极端现象 加州就因为极度的高温 天干雾燥 森林大火 来大家看 这加州所引发的森林大火 很多人说看起来就像末日景象 地点是位在南加州的 Santabarabara 包括还有加州中部的马里波萨区 以及加州的塞拉国家森林 我把所有这三处 所有发生的森林大火 综合的影像给大家看 你会发现那远远往前看 我不讲 你以为是火山喷发 而且我刚刚所说的 加州的塞拉国家森林 消防人员去救 结果反而他要被救 因为他去救那个火 这个火势你看那个蔓延太快了 那防火线要是没有 一开始没有拉好的话 那整个人靠近 他就被困在悬崖底下 国民警员队后来还去救他 目前这一场野火 加州的州长有声说 无法控制 烧的面积多大 56座大安森林公园 那另外呢 讲到天干雾燥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 因为天气太热 而发生了火灾或者爆炸 我们来看东莞7号的时候 这座化工厂 你从远眺的镜头可以看得出来 那真的是整个像火焰冲一样 砰这样直冲天际啊 然后呢官方说 不晓得什么原因啊 但是有的民众在拍的时候就说 这可能会死伤很惨咒 但官方说没人死伤 那你信吗 不过 你到底觉得这个化工厂爆炸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高温 还是因为公安意外 虽然现在呢 他们还在调查 但很多人觉得天气太热了 真的有很多都会自燃自爆 全球正在陷入了水火地狱之中 洞庭湖怎么办 一个礼拜的一开始 我们看看全中国 请全国的力量 抢救洞庭湖这220米的大缺口 补得起来 我信 补不起来 那不就全中国要大炸锅了 所以现在全中国的焦点 都在现在湖南洞庭湖的华融县 团宗院的这样的一个 决堤的堤口处 你看 我现在讲了 华融县的这个团宗院 它其实是洞庭湖的定线的 合堤的防堤处的 防堤的所在处 那现在因为它本来一开始的缺口并不大 可是这个缺口呢 你没有在第一时间做最有效的防堵 那么这个缺口 它就会产生骨牌效应 其实在6月17号的时候 洞庭湖的湖面是1100平方公里 在左边这张图 可是右边呢 右边6月30号 仅仅隔了13天后 它竟然湖面扩张成为了2570平方公里 扩张之处导致了 你看右边那张图 对 就这个 就这个 我们讲画的这个区域 全部被淹了 全部被淹 那有人去画了一下 大概是差不多13公里跟5公里 但是其实如果照这样算起来 是60几平方公里 没有 它说目前淹的地方 大概是48平方公里 但你还持续在扩大 而且水深5公尺 当那个绝口一旦绝堤的时候 当地的人一定要先撤 可是没有想到现在这个河水 一直往里面倒灌 现在越撤的人越多 都是数万人在撤 好 我就来回头讲讲 你刚才已经看到48平方公里 那个地方是在17 13天 半个月就整个被淹掉了 为什么会犯这样的一个低级错误 我来给大家看 你知道那个绝体口 当时我说的那个10米 你知道他们怎么赌吗 我把这个画面不给大家看 他们竟然派那些工人开车 然后那些卡车上面 他就载黄沙 对 就这样 载黄沙 然后再 就是你来 观众们先看这个绝体口 你们觉得几公尺宽 我说10公尺坦白讲还高估他了 我觉得根本连10公尺都不到 在这个情况下本来是有救的 你知道拍摄影片的 很多当地的居民都讲 我觉得应该是还OK吧 结果没想到看到官员 用他们所谓的毒口的方式 他傻眼了 什么 就是在这些细黄沙 然后卡车事件 在最后一刻跳车 然后整个卡车下去 好 你现在看是不是两台卡车 好 还刮了横幅 接下来你看卡车变什么样的结果 我跟你各位讲 你真的觉得两台卡车上面 载细细的黄沙 有办法堵住那 1100平方公里的洞庭湖的水量吗 你有沒有学过物理 好了 两台车就全部冲走 我来引用一下那些当地居民怎么骂 他说你们是没有看过 古代怎么防底口的吗 你是没有看过要用沙袋吗 而且我跟各位讲 根据报导 你知道湖南县政府 他用了多少钱去修堤 跟准备这些 我们防核堤的处置措施吗 381台币 花了这么多钱 结果搞成这样子的一个防洪 381你连砂袋跟石头都买不起 好啦 车子也被冲走了 提供 从10公尺变100公尺 变我现在讲话的同时 270公尺 我不知道他还会破多大 结果主持人 我再给你播个画面 真真的当地民众 你就会为他们感到悲呛 官员有做事 你看公安还在拍 记者还在拍 做什么事 你们不是要杀吗 不是要毒口吗 我们帮忙挖呀挖呀挖 他在挖什么 你去看是在慢动作吗 没有 是用正常速度播放 他怎么看起来像慢动作 摆拍嘛 救水救火都是救急 你却用那种慢动作的速度 在那里挖了沙子 沙子已经不管用了 还用慢动作 这些官员脑袋到底在想什么 那好 军方呢 军方也有提供援助 援助什么 石头吗 援助沙袋吗 不是啦 他出动一个无人船 无人船要干嘛 你要无人船干嘛 我想他堵出破口 已经10米变成220米了 对啊 15万人已经都快要灭顶 他说我出动无人船要干嘛 来 他说 我要来测一下这个水垛 我刚才不是说了嘛 就5公尺嘛 你测垛算是要干嘛 好啦 民众遇到这样的官员 或遇到这样的一些 救洪水的方式 怎么办撒验嘛 自救 来 我们来看 滚滚的洞庭湖的湖水泛滥 然后呢 整个燕末市区到整个倒灌 这个里面是什么啊 全部都是牛 但很庆幸还活着 坦白讲人也没有办法背牛 就祈祷你牛自己会不会游泳 你看旁边有那个主人在喊 快 赶快去高处 赶快去高处 还好这些牛 似乎听都懂人话 似乎知道要保命 似乎会游泳 淹没数千公顷 牛都快不保了 吓死了 而你看看到了 破到220米 只都止不住的洪水 我们讲话的此刻 分分秒秒淹进村庄 更雪上加霜的是上游 上游的水库 现在也不得不放水了吗 是 湖南真的是 乌漏偏逢连夜雨 现在不是只有洞庭湖的团舟院缺口啊 你连九封水库 你看那么多人在那边 你去看画面的中间 你有没有发现有 小小的那个涓涓细流的水 从上面流下来 你说那水应该还好吧 跟刚刚的洞庭湖比起来 那真的是小屋间大屋 不是 你要知道这是霸体 霸体出现的裂痕 等等 如果它要裂痕 如果它崩了的话 那不就等于更恐怖的溃堤了 对啊 那不就跟 刚刚我们讲了 从10公尺 可能会变成100公尺 是 220 会变成270 好 现在周遭的这1000多位的居民 都已经撤离了 但是如果这个霸体 你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 把它给堵住的话 看他们是不是有他们 足够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去堵住它的话 告诉你下游21000人 全部都要撤 好 那我们把镜头移到山东去 山东也很惨 山东惨 大家一定记得 之前干旱很惨 结果怎么现在变这样 才短短一个月 山东一个月前闹干旱 大家还在那里求雨 结果现在雨不但来了 但来太多了 多到 我把镜头移到山东几年的试水 你看这边的试水线 中策证顾县村 一样也是决堤 河道的一侧土方塌下 我想这个画面刚好让大家 看那个土方塌下的瞬间 我想给大家看什么 这种的冲击力 你认为用黄系沙跟卡车去堵 有用吗 那河堤上线拉了警戒线 希望山东是水这个决堤的地方 并不会重蹈 洞堤浮的覆测 极端气候之恐怖 人人都无法自保 所以水火地狱 我们只能自求多福 真的热出大麻烦了 海面陆地空中三线齐发 我们现在给大家看到 是史上最强的五级飓风 提早两个月到来 你看看 这个是从国际太空站 拍下去的画面 它声势有多惊人 等一下马老师会带你来看进去 而全球暖化 极端天气 催出更多致命的空中乱流 看看这个狭窄的空间 七八七的客舱里 怎么一颗头卡在行李架 他们刚刚历经的 怎么样的生死一瞬间 天气乱了套 观众们有没有感觉到 南部热得要命 是 现在大台北每天到了下午 乌云密布 风雨交加 雷电狂散 没错 我告诉你 极端天后 一天彼此就厉害了 各位观众 极端天后最可怕在哪里 在空中 是 我在这边借节目呼吁大家 对 从今天开始坐飞机 除了上洗手间 安全道 安全带 对 寄满 寄保 不要离开 时时刻刻都要绑好 我告诉你 专家已经说了 是 现在 这个情况烂流 是 增加55% 对 你从台湾飞美国 以前遇到情况烂流 平均10分钟 你知道未来要多少时间 多久 半小时 哇 多这么多 所以你坐飞机 是 有没有觉得最近 情况烂流特别厉害 我给你看一个 你就知道 机安全带重要 后方率 就这个 这是波音787 从西班牙出发 是 好 西班牙出发 结果遇到情空乱流 啪 你看 吓死人了 乘客 顶到天花板上面去了 他怎么飞上去的 他就是一掉 他整个没进去 整个塞到天花板上面去 没看过 从来没看过 乘客卡在飞机上面 我告诉你 从来没见过 而且我跟你讲 我也没见过 椅子 飞机上椅子 整个折断掉 椅子不是锁得很紧吗 锁得很短 整个椅子折断掉 然后天花板破大洞 我告诉你 30个人受伤 管线揉落 然后 40个人送到医院去 好 极端气候 那我问你 极端气候 只有在天空上吗 当然不会是 极端气候带来的 当然是 飓风 台风 洪水 大雨 这都是要人命的事情 好 各位观众 我要给你介绍 居然在加勒比海 出现了五级飓风 贝罗 马老师 加勒比海出现五级飓风 你看 这多可怕 这个太空站造出来 它的台风影多大 它威力多大 你知道 最重要一点在哪里 世界纪录 从来没有 在六月底 七月初 出现五级的飓风 它凭差什么时间的 八月底九月初 来得这么早 平均日期是九月一号 是 就平均最多出现 这第一个 太不寻常了 所以它创世界纪录 将近早两个月出现 从来没有过 代表什么 代表天上的气候不对了 第二个 它从一级 它从出现 到变五级飓风 你知道它花了多少时间 48小时 两天的时间就长胖了 从来没有过 所以它是出现最早 长得最快的一个飓风 好 它飓风出现之后 我们要关心什么 它侵袭的两个国家 都是我们的友邦 一个是圣文森 一个是格纳瑞达 好 那它出来之后 各位看 这个太空站 出来的这个 真的是太恐怖了 吓死人了 好 那我们来看 它造成的影响 你更会吓雷大跳 你看看 狂风暴雨 这个多么的可怕 你看 这海啸吗 海啸一样的东西 是 那这个飓风 非常非常的可怕 那最重要的是 它侵袭的 一个一个都是小岛 是 加勒比亚都是小岛 它侵袭的小岛 你看这个狂风 吹的这个样子 狂风巨浪 鼓局季风 那么所有注意 这边的人靠什么 靠海吃饭的 所以他们的船只 你看 全部都严重受损 那个船只 跟鸡木一样 你看这台跟鸡木一样 这台跟鸡木一样 全部的船 都倒溪歪了 对叠在一起 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 老天爷不想饭吃 受灾的是 辛苦的人民 好 我们看了可怕的飓风 看了大家都关心的晴空乱流 台北市 新北市 每天下午 万古如长夜 好 那我要给你看 大陆 中国大陆 比我们更惨 中国大陆 因为现在 整个云与带 在长江流域 是 各位要知道 你最近到长江流域去旅游 一定要特别小心 淹大水了 我告诉你 长江流域引进有90条河流 超过景界线的洪水 我特别第一个关心的是湖南 湖南的平江水位 已经破了70年的记录 那 为什么我关心湖南呢 各位 我问你湖南是什么最有名 辣椒 湖南有一个辣条 在全大陆非常受欢迎 我也很爱吃 它这个辣条 所以让它 湖南这家厂 有辣条王子的美誉 但是因为 湖南平江 它的洪水太厉害 各位看 既然洪水这么厉害 我问你 水库为什么要放水 因为我装不下 不然我要 会提了吗 我 我告诉你 已经有190个水坝 它已经淹过顶 一流出来了 它不放红 不放水的话 它整个要一流了 那你看一流 中下都不是更惨了吗 三分之一的平江 已经被淹了 三分之一被淹了 好 各位看这个 这个真可怕 这四仪 这个房子 这个人困在里面 不会游泳 不游泳 只好游过去救它 拿救生圈给它 各位一定要 我要你看 好惊喜 不是 不是要看这个艰险的 各位我是要你看这个房子 各位观众看房子 为什么要你看房子呢 后来这个房子看不见 连房子都灭顶了 后来这个房子不见了 就房子都灭顶了 当然就这个人设 你就知道这洪水 这样 当然要涨到红 这个房子灭顶 它是需要涨多大的 好 房子灭顶没关系 屋子走了还有 人 注意看 这是人 这水里面都是人 各位 那一颗头 这都是人啊 是 因为它三分之一的淹在水里面 湖水这么湍急 各位看 这么湍急的水里面 都是人 你觉得这个都是人可不可怕 够惨了吧 还有啊 下面一个我去给你讲 更可怕 一个 你看这个 这个人跑掉 洪水来 洪水来 结果注意看 水里面都是人 有没有看到 这水里面都是人啊 这是什么地方啊 怎么会有这个场景 我告诉你 洪水从外面这样涌下地下 看这里是人 看来它本来扒到这个地方 实在扒不住了 太强了 整个洪水瞬间从外面冲进来 等一下还有人 你看它跑掉了 它看到洪水 但是把一个一个人全部冲进来 全部冲进来 这个人扒到这边 你看到没有 水里面都是人 这太可怕了 太惊悚了 所以这个洪水 哗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湖南的情况 有多么的严重 那我给你讲 这是湖北从阳 刚才我们讲湖南 湖北 我再给你讲河北 河北保定了 各位看 这是下再下冰雹 7月下冰雹 要多大颗 你可以看得到镜头前 都跟鸡蛋一样大 鸡蛋一样大 而且下的 最主要是下的非常密集 你看 下的非常密集 把车都砸了 把农作物全砸 我告诉你 满地的西瓜园 全部被砸烂了 砸得稀烂 大面积被毁弹 这个简直是非常可怕 7月冰雹 你看都没看到过 好 那除了冰雹之外 这是河南 狂风 比台风还大 狂风 各位看 这个风 这风简直到吓人了 这是比狂风 还厉害的风 他有发布台风特爆吗 没有 所以狂风 洪水 大雨 整个全世界 不只是中国大陆 不只是加勒比海 我告诉你 极端天气 已经让全世界 都陷入在水深火热里面了 极端天气 已经无差别 全球肆虐了 今天晚上 我们给大家看到 这个现场在哪里 西日本 已经变成了水漫之劲了 从九州到奈良 暴雨 土石流全境覆盖 灾祸才刚要开始 接下来我给大家看看 更严重的地方 在中国湖南 秘若江水 居然出现了 70年来的最高水位 溃堤 淹进了平江县城 全县城 大告急了 对了 俊阳 我们看到 现在因为极端气候的发威 导致西日本 现在它笼罩在 梅雨封面当中 没有想到 上层的云带 跟这个带来的 庞大的这个水量 造成西日本降下了 这个暴雨 你现在看到的是 九州那一带 街道上 几乎很多地方 都开始积水 然后产生了 这个暴雨的画面 很多地方 包括有些汽车 几乎要快灭顶 然后驾驶要想办法 这个开窗 然后逃出来 你看到没有 几乎每一辆车经过 好像在水中行车一样 不管是小轿车或货车 在这些九州的 这个街道上面 到处都是这个 积水成灾 那除了九州之外 还有包括在九州 往北走一点 像这个奈良 你看到这个奈良的土石流 九州也有发生 九州到奈良都出现 因为你知道吗 雨水一大 它的水量一增加 导致那个土石松软 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画面 而且导致有些交通会中断 所以九州 刚好我们这个台积电 在九州的那个熊本有设厂 那也是这几年 我们这个国人会喜欢去那边观光的地方 还有包括西日本有哪些地方 像广岛啦 还有这个山口县啊 那都是暴雨成灾 好我们看到了这个是西日本 光一个九州 四个字 触目惊心 另外一个你真的才会真的发现 烟成这样子 端午节刚过 秘罗江水已经烟成了整个县城 发出了告急SOS的通告了 这是屈原故事的发源地 这个秘罗江在湖南省的这个平江线 它也是特大的这个暴雨 结果造成那个洪水泛滥 整个洪水倒灌 你现在从空中的这个俯瞰空拍图 整个秘罗江你看到没有 几乎把整个县城都淹成了这个 看不到它的一个镜头 全部都是那个淹水 那而且你看到没有 这个旁边有一个这个牌楼 这个江水 本来那个牌楼旁边是江耶 那可是旁边是道路耶 那结果从牌楼进来 你看到刚刚是这个空照图 这样子拍下来看 那完完全全 你根本看不到河川在哪里 河川就在牌楼的右边 就是刚刚在那画面那边 那现在你看到这些街道 一楼都淹掉了 淹到一两层楼这么高了 所以你看到全部都变成江水了 所以秘罗江水 它越过了超过两层楼 约莫是七米的高度 已经漫堤 甚至被形容是溃堤 那个江水不止濒临城下 已经淹进了整个平江县的县城 你刚刚看 它已经差一尺就到砍棒 换句话说整个一楼 都已经变成了水面底下了 所以县城被淹 也有很多民众受困 导致他们当地的救难单位 还有这个民警 他就要坐着这个橡皮艇 进去展开他的一些搜救 还有这个物资的救援 而你才看到县城被淹 这个最近因为暴雨的关系 闪电雷鸣 刚刚我们在录影的时候 我们这个台湾的五后雷镇也是非常的平凡 更不要说在这个刚刚从西日本 讲到中国大陆的华中 华南地区后 那有些地方水淹了这个车顶 也是一样 想办法驾驶就要破窗而出 或者是攀扶着电线杆 你现在是他抓着电线 他好不容易他有这个电线杆 在旁边可以让他引靠 那个水一直流嘛 所以那部车子 尾巴是他的车子 他开到了一半破窗跑出来 要不然他会连人带车 可能就没命喔 你要嘛就站上你的车顶 可是你怎么知道水位会不会越高 你没有支撑物啊 所以他就干脆在那个 靠着电线杆拉着电线喔 那你再看到这个民众 这是一个养猪场的男子 然后他被这个救出来的时候呢 民警呢 这个民警他去救他 他是把这个救生圈丢给他 然后想办法把他拉过来 其中去救他的这个救生圈 他是懂水性的 可是他也不敢冒然这样游过去 还是要众人合力把他拉过来 他用救生圈后想办法靠近那个男子 养猪场的那个主人 再把他拉过来 你看河水多湍急啊 这件事情可怕在于 昨天我们才在这边告诉大家 他们2024的一号洪水 刚刚形成第二天 你已经看到了生死一瞬间 更恐怖 仿佛阎罗王就在面前的现场 是山区的土石流啊 对 刚刚讲到很多地方都有土石流 从湖南的淮化到湖南的岳阳 你看到没有 你不赶快走壁的话 你就可能被土石掩盖在 在底下 所以那个民众赶快撑着伞 冲过来还拿着这些 细软家当的东西啊 赶快这样跑过来 因为那个土石流是一直冲 那接下来你看湖南的这个土石流 到处去冲倒了一些房屋 你看到没有 房屋在这个半山腰的山坡上 直接被冲垮了 这么脆弱啊 马上变成瓦砾碎片 像保力龙一样 你等一下再注意一下 画面当中那个白色的小屋 撑在那个地方 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 下一秒就垮了 而且旁边的树木也树干硬生而倒 然后接着就跟着瓦砾的这个房屋 破碎的这样子一直被冲下去 多可怕 为什么我们讲这个剧烈的天气 极端的灾祸现场 要买一下热了个钥匙 要买一下子暴雨洪水成灾 最明显的例子在河南 洛阳这个地方就是啊 河南洛阳是历史古都名城 那结果没有想到 碰到了突然狂风这个咒语啊 让他们这个居民一下子没办法防备 然后所有的这个店家 你看到窗户 还有他们民宅 他的这些窗户 这个风吹得多大啊 这个哪来这么强的风 可以吹到整个 这个真的是门窗剧烈 他的瞬间震风啊 几乎感觉威力比台风还强 你看他那个树一直摇 最后倒了 你看摇了两下就倒了 有没有看到这个风雨这样子交加的 然后在这个洛阳啊 几乎你看到没有 然后当地啊 这个官方还通知他们 尽量不要出门 因为你看一出门 你站得住吗 连树都倒了 所以学生在教室里面 在教室里面看到这个 这一幕都吓到了 是 好几这个好几个 好几栋的建筑物啊 这个一楼二楼的这个窗户 全部都被吹破了 阳台也都这样的出现这个状况 所以呢 从湖南到这个河南 几乎都是极端气候发威 那这个接下来这个画面你要怎么解释 好端端的一个地表 碰一个变成 踏成天坑了 那当然是陕西那个地方 本来就在建一个这个铁路 那建这个铁路呢 地下铁的铁路 结果没有想到刚好最近暴雨 可能它的这个地基 它已经在盖地下铁了 然后下面又被掏空直接塌陷 你有没有看到它下面掏空那个水 好像一锅在煮沸一样 煮沸的水对不对 然后形成了整条大马路 然后中间一个大窟窿 看了让人家也觉得 头皮发麻 因为一不小心 如果有车辆经过不就惨了吗 所幸当时没有车辆经过 可是因为暴雨成灾 在这个西安市 当地的这个政府也不敢大意 所以你看到这个画面 被民众拍下来之后呢 下面那一带啊 这个天坑的那个水 和那个泥土 一直不断往下掉 人为的工程 加上碰在天灾的这样的一个试虐 导致极端气候 这种状况没有人敢小看 极端天气之下的危机最前线 观众朋友我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昨天才跟您说 2024湖南的一号洪水刚刚形成 洞庭湖水濒临城下 可是今天 你在看到的是端午节刚刚过 但蜜罗江水 出现了70年来的最高水位 它淹过了两层楼高 更高已经漫过了堤防 淹进了平江县 整个县城告急 甚至发出了 告父老乡亲书 这么为止 现在来讲的话 湖南真的是陷入了一个 空前的一个困境啊 现在来说的话 尤其在平江的地方 暴雨 洪水沉灾啊 到处都是求救的声音 尤其是蜜罗江 我们先大家科普一下 蜜罗江这空拍画面 你看过去 真的是把一楼已经淹完了 你现在看到的屋顶啊 很多都是二楼的屋顶 那这些东西都是搬出来的 就是直接放在路上 没有地方可以淹了 蜜罗江其实是两条江水 蜜水跟罗水 然后在湖南汇流之后 才叫蜜罗江 所以当上面一直下雨 一直下雨 然后两个汇流之后 你就知道说 这整个淹出去 是不是有多可怕 现在来说的话 到处都是网路上面 大家都是求救的一个声音啊 告诉大家说 我这个地方 水已经没有一楼了啦 都不是看这画面 这都是二三楼 大家都跑到屋顶上面求救 甚至有些地方是 缺粮缺水 甚至还有这个小朋友的幼儿园 都告诉大家 怎么办 现在该怎么办 因为有些村庄 还曾经一度发生断联 所以呢很多状况都说 如果慢慢的资讯出来的话 恐怕在湖南平江这个地方 还有更多的灾情会传出 灾情的最高点 会是洪水的洪风过境的时候 现在可怕的是 这个最严重的时刻还没来 对 现在恐怕后面还有更可怕的时候 好密罗江西来讲 平江站这个地方出现了 1954年来最高水位 什么叫做1954年来的最高水位 就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水位 所以呢 如果你要气象记录来算的话 那可能就是历史以来的最高水位 现在来说的话 它超过警戒线 多少呢 7.15米 什么叫7.15米 就是这个状况 你看这个水出来之后呢 所有的车子都已经被灭顶了 7.15米代表说这是两层楼的高度 一层楼三公尺 所以7.15米离了两层楼 然后呢 你在平江站这个地方 你该怎么样去逃呢 你没有地方可以逃 因为你的一二楼都没了 所以你就只能往上去走 可是你往上去走的话 现在讲的后面还说是 洪风还未过 所以你现在还持续下雨 洪风还等着来 所以你这个7.15米 恐怕还要继续往上叠加 所以一楼没了 二楼没了 你恐怕接下来是连三楼 都会被淹过去了 这个是犹如战场一般 为什么我这么讲 平江县城淹惨了 最惨还没来 县政府居然发出了 够老乡亲同胞书 这个是只有在打仗 你才会看到的 现在来讲的话 对抗洪风就是打仗 可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这个 连媒体都来不及跑啊 这个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地方 地方的媒体中心 他的一楼已经被淹掉了 所以你看大家 先把贵重的物品啊 一些摄影机 先全部扛在上面 然后呢 这个东西用什么呢 当地县政府用冲锋 什么叫冲锋 其实就是橡皮锦啊 后面加了一个马达 赶快过去救这些媒体记者 然后最难过的是 他上面直接告诉大家 Hashtag是什么 本台报导本台被淹啊 就是自己就已经被淹了 所以用冲锋把他们赶快给接走 因为后面恐怕还有更多更多的灾情会传出来 老婆我们继续看画面 这样的画面持续的进行 我们为什么说最惨的还没来 因为第一个 洪风还没过境 第二 上游的水库拼命的放水 到底是能淹到多惨啊 现在来看平江为什么这么惨 因为这个来讲的话 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是一个汇流的地方 秘罗江汇流的地方 然后在平江站这个地方呢 当这个河水整个溢流之后呢 它是用灌的 在过去来讲 你会听过海水倒灌 你有没有听过河水倒灌 当你的这个直接跨出来之后呢 你就等于打开了一个天然的缺口 这天然缺口告诉你就像什么 就像水龙头开了 你停不了 它就一直灌一直灌一直灌 所以呢 这个东西你一二三 恐怕都被淹过去 另外来说的话 水库 为什么告诉大家说 水库没办法一定要紧急泄洪 因为你再不泄洪 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在这个水库来讲的话 会溃堤啊 所以告诉你说不能等了 我也知道你下游已经淹水了 我也知道你已经淹到二楼高了 但是我不放出去的话 水库会溃堤 所以我就只好开了 那开了之后的话 你变成雨继续下 你原本的洪水都还没有退去之后 你又巴掌水库的泄洪 那根本就跑不掉 那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说 这些会带来土石流 你过去如果是淹水的话 那我就是爬到屋里上等救援嘛 可是土石流会带什么状况 它会带着泥沙 带着土石 带着大的一些岩石 那你下来之后呢 不是淹水而已哦 你就像是什么样 像是洪灾 蝗蟲过去 你会给了 你打下去之后 你的房子就会倒塌 倒塌之后 你这些砖块瓦砺 又会变成下一个攻击的武器 你又继续往下走的时候 你这些砖块瓦砺 又会去打到其他的地方 所以呢你从上游中游下游 其实一路打下来之后呢 真的是凡经过都会造成灾情 好水库在泄洪 下面水排不掉 水越涨越高 涨到连这一座桥都不见了 对这个地方是湖南的九龙湾吊桥 你想想看这个九龙湾吊桥 照道理说你下面应该是一个 很高很高的一个空间嘛 对 可是呢全部都溢起来了 溢起来之后呢 连这九龙湾吊桥的这个桥面 都被他给冲走 被冲走之后就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说 这个水到底有多高有多恐怕 当第一段你拉到之后啊 你这压力把它拉下来之后呢 你就一段一段 这个九龙湾吊桥 一下子就被给淹没了 还有这个省道 你想想看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有20米的长 全部都被掏空 你的柏油路会掉 就是因为你地基 地基被掏空之后呢 你上面的这个柏油 你抓不到力 咬不到东西之后就直接冲下来 所以代表说呢 你现在不是你看到的这么可怕而已哦 你恐怕很多的植皮 很多的水浪 都已经饱和了 你只要再多下一滴雨 全部都会崩掉 观众朋友这个星期开始呢 中国面临更严峻的极端天气的威胁 特别是长江沿岸 现在我们全部都要来关注这个地方 摩都上海 他这几天迎来最强的暴雨 上海变海上 这个噩梦又要卷土重来吗 我们就说 这个夏天已经没有人在谈暖化 因为直接跳过 变成沸腾了 沸腾的大地 沸腾的海水 预告怎么样的高温危机呢 既然跟我们先讲 首先台湾光是我们的海峡附近 特别是台湾海峡 最近也来到30度的高温 我知道很多观众朋友 有看到这个30度一定不以为然 包括我们这个单位小编也知道说 30度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台湾全部都38度40度 各位不要搞错了 为什么 因为陆地跟海洋的比热不一样 海洋夏天就算通常38度的时候 你知道它大概几度吗 就大概26度27度 所以在晚上的时候 它才会产生对流风 调节天气嘛 调节的效果嘛 对不对 所以我讲 这个海峡30度 我这个真的是吓死人 平常26度的海 你想想看 这么大一片大海 70%海洋 竟然到30度 那代表一件事情 全球暖化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步 可怕到什么程度 可怕到可以让直播主崩溃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南岸的女直播主 她来到台湾 我跟我讲 因为韩国的纬度比较高 所以其实韩国没这么热的 夏天不会这么热 结果她来的时候 突然直播到一半之后 你知道她妈妈就这样 又哭了 又转眼 妈妈咪啊 我的头啊 我也不知道她讲什么 她讲韩文了 就38度而已 有必要哭成这样吗 铁蚝 你可能不知道 她去讲一下韩文吧 对不对 你讲到一个重点 38度有必要这样吗 坦白讲我也这样认为 但可能对于这个韩国人来讲 这个温度太高了 人不舒服 所以她就现场有一些状况嘛 因为我们平心而弱 我们那么常在报信 我们跟大家介绍说 到底天气世界各地多了 比如杜拜50度 那边又40几度 拜托一下 连西柏利亚现在都38度了啦 你在开我什么玩笑 这还好吧 有那么严重吗 但没关系 人不舒服嘛 所以她就躲来路边求救 总而言之 她不只是天气很热 这个直播主也顺利地 活到了热度 真的很严重 观众朋友 特别中国我们要看到聚焦 整个长江沿岸 都进驻了高度警戒 为什么 第一号洪水已经在湖南形成 水一路下去会淹到了哪里 上海摩都 这个地方现在要高度警戒了 对 我们观众朋友 你自己看这个上海的这个雨 下得之大 你知道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说 由于我们刚才一直在阐述的高温 所以这个高温 它警戒而来带来就是会 前所未有强烈的热对流 热对流就是说暴雨 所以你看了 包括长江中江的水位 根本都已经快要超出几间线 甚至已经超出几间线 你仔细看 你现在看到所有淹水的画面 所有涉水的画面 甚至是整个路上行车 所有的轮胎 很有可能它的排气管 都要担心着会不会进水 这都已经变成了上海人的日常 因为他们所谓的暴雨 已经变成是现在天天 每天都是这个状况 而且甚至是只要没有淹到灭顶 都要偷笑了 所以你知道他们的民众 躲绝衍生出了一种 因应这种洪水的方式 来 各位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上海的妇女 这个妇女在做什么呢 她拿着一个水盆 不断地在往外泼水 但有意思的是什么 有意思是你有没有仔细注意到 她泼着泼着的同时 下面的水还是不断地流进来 下面的水还是不断地流进来 所以很显然他们根本 没有应对这个状况嘛 各位你知道这像什么吗 就像你在游泳池里面 拿着一个水盆 不断地把这个水 往旁边一公尺是摇 往旁边一公尺是摇 请问会有用吗 没有用 因为整个上海都已经变成一个大狮子 魔都上海 现在还不是最惨的 我们刚刚提到了 一号洪水是在湖南 一路沿着长江下游 再过几天 会不会上海更警戒 再升高呢 我们来看到已经升高警戒的这个地方 叫做贵州 贵州现在淹成什么样了 对 我没有说 我们刚才跟大家讲说 上海那个还算庆幸 来 各位我问一下 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你觉得这是什么 港河吗 还是什么 这还是哪里 都不是 那个是巴士 罗洛夫讲话 你还以为是什么接驳船的 完全不是 甚至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更可怕 为什么 因为它的水流之大 直接把整个山体 给冲得崩落 冲得崩垮 甚至连地下道 稍微有地窝的地方 有没有看到旁边 洪水不断全全的涌出 甚至你看这些民众 全部躲在桥下 完全不知所措 因为那台车 我跟讲已经报废了 这是他们现在面对的状况 过去这个地方 是一个古镇景区 结果现在通通变成汪洋一片 有没有仔细注意到 这些建筑物有些地方 包括它的顶部 都是一些装瓦屋墙 代表这是一个 古色古巷的地方 而这些古色古巷的地方 代表它已经 助力在这边 很长一段期间 但这一次的洪水 已经将他们 彻底的摧毁殆尽 刚刚那个画面 你看到没有 已经水是满到了 整个一楼二楼 我不知道它原本几楼 但是只露出一个屋檐 代表这个水量之大 而且你看这个画面 你会知道 它原来应该就是一个河道 可是河道已经满到 旁边住户满过了堤防 满到了道路 满到了屋檐下了 对没有说 因为我们要知道 因为长江下游 它一定很多有种 截区弯流的地方 这种截区弯流的地方 很多包括这种古城古镇 因为它是要古城古镇 代表它住在这边 很久一个情节了 所以这时候 你如果说河水 一旦误过 它的我们讲几天之后 它蔓延开来 整个所有的区域 全部都会变成汪洋一片 甚至是我们看到 沿岸的提案 我们刚刚有看到一个画面 非常的惊悚 为什么 它等于是有一个商铺 那这个商铺 它摆着一个木船 有没有 我们刚才那个画面 是不是有流过去 休息各位 你现在看到了 有没有 整个木船都被冲走了 各位啊 那个木船本来是应该走在河上 你说宇璇 那刚才那个不就是河吗 不是 那原本整片都是陆地 甚至是有一些 险象还生的倾向 更加可怖 为什么 可怕在哪里 比如说有一个老人家 来 各位你仔细看哦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老人家 坐在那一木板上 你讲说 哇 这老人家怎么那一台 不是耶 底下有一二三 三个人头都已经水淹极尖 他们是担心 这个老人家的安全 所以才撑着那个木板 然后甚至是垫着脚尖 用游泳的方式 想要把它带到安全的地方 虽然说这个叫做患难中见真情 患难中见到人性的光辉 但你想想看 对于这些身家财产 都在这边的人也亲和一看 今年已经很少再听到 什么全球暖化 跳过暖化 全球都沸腾了 也难怪你看到 人间先进的瑞士 居然出现了这个末日的景象 对 以前大家讲到瑞士 会想到这种 我们讲的非常多的树林 然后一片呢 这个我们讲人间先进的状况 结果不是各位 看到这个 这个已经不是中国了 我们已经翻篇了 已经来到瑞士了 竟然全部的 我们讲的绿草如荫 我们的树林 都被沖沉落 甚至连这个道路 连这个小桥 通通他们讲30年以来 从来没有看过瑞士 有这样的暴雨的景象 而最可怕的是什么 最可怕的 以前有一首额歌 大家记不记得 叫做我家门前有小河 后面有山坡 结果来 我们来看到瑞士 这个变成什么 不是 是我家门前有洪水 后面有山坡 变成山坡了嘛 对不对 因为各位你仔细看 我们大家看到这台汽车的画面 非常可怕 有没有 那个汽车的画面是什么 就是它前面有这个洪水 你看这个山坡的程度 完全整个洛石 源源不断地而下 而且这已经不是土石流的程度了 你有没有仔细注意看 俊翔哥 那个洛石是一块一块块状之大 不断地由我们讲的山底 直接滑落下来 而甚至有一台汽车 还因为整个水流的太快 最后呢 不抵这个水流 莫名其妙 整台车逗退路 逗退路 逗退路 然后你看 这些所有车子通通 它原本不是在这个位置 是被这整个土石流 有没有看到 从上面一路将蜿蜒冲下来 完全变成了自由落体的河道 好 我们看到了 这个是非常惊悚的末日景象 在人间先进的瑞士 再给大家看一个地方 意大利 意大利也很惨 热嘛 就热得要干要死的 结果居然 意大利北部发生了这个山峰 洪水土石流 这是哪来这么多水啊 我们刚刚才唱完那首额歌 结果你看 景象来到瑞士 现在又跑到意大利 结果状况完全一模一样 来 各位 我不讲你会以为 这是什么尼加拉瓜大墓 太夸张了吧 那不好意思 那个是山峰 整个到底哪里是水 哪里是泥土 完全分不清楚 有没有看到 后面那个阳起的尘埃 然后整个山体这样的滑落 跟风塌 那个水流这样冲下来 代表整个山体所富含的 水除水库 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负荷 而这样的景象 不只是在瑞士 不只是在意大利 而是在全世界都有可能 这个星期开始呢 中国面临更迫切的一个挑战会是什么 极端天气 极端灾祸现场 你看到了 超紧见洪水正袭击长江流域 而且不容乐观 为什么 长江下游 摩托上海 迎来最强的暴雨 上海变海上 这个噩梦 又要卷土重来了吗 你刚刚看到那个影片里面 在上海那个地方 我跟你讲 那个雷电交加 不是透过电影特效 你看他那个整个的画面 事实上在最近 大家会发现到 上海市的这个所谓雷电黄色 跟所谓的暴雨黄色的预警信号 已经开始生效了 为什么你刚刚看到 整个闪电这样划破天气 而且这个暴雨来得又快又急 你刚刚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那个车子几乎轮胎都快被淹掉了 那结果就有市民 他就出来讲说 告诉你这个大雨好可怕 为什么 自己家里 你看被淹成这样 他不断地拿那个水 那个脸盆 一直不断地往外咬水 可是我说真的 你这样往外咬 外面的水就一直流进来 你那个能够咬到 多少的这个水下去呢 所以大家会发现到说 这个暴雨这样子 一起信号的时候 真的很可怕 可是不是只有在上海这个地方 出现暴雨的情况 事实上你可以看得到 连在洛阳这里 事实上也遇到 所谓的强对流的天气 那我就讲 其实以这种所谓 强对流的天气 我觉得 其实他最可怕的就是 来得又快又急 你根本没有办法 有任何预防的机制 那我们就回来看 事实上在河南这个地方 他其实过去有一段时间 就在发展 这个所谓购物商场 就你在画面上面 门都被吹歪了 那里面的东西 这样吹进来 招牌什么都被吹掉了 你知道吗 所以大家就发现到说 这个雨啊 这个风势这样来的时候 真的让大家 连走都没有办法走啊 好 今天一关注的是 中国上海魔都 要迎来最恐怖的 暴雨跟洪水 为什么担心 你来看看 再往上游走 长江上游 它调节洪水 最重要的洞庭湖 水已经满到城门口了 其实以洞庭湖来讲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 非常大的这个湖泊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 你有没有看到 靠近我们画面的 这一边的时候 那个水都已经淹到 半个城门高了 你知道吗 那可是呢 因为其实过去啊 大家觉得说 洞庭湖有一个最大的 就是如果我洪水 这个过来的时候呢 它可以做到调节的 这个功能 可是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我们靠近镜头这一边下方的 水满到半个城门高 可是在另外一侧 在城门里面 水淹不进去 这个厉害了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 当然是挡住了 但问题是呢 如果你的水 在不断地增加的时候 里面也要淹了 有没有可能这个慢过去呢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以洞庭湖本身来讲 因为它其实具有 这个所谓的蓄洪 就像我们类似讲 制洪池这样一个功能 它本身其实有 3471公里的这个堤防 那本来都是湖南 这座防汛抗洪里面的 这一个主战场 结果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 它现在是挡住了 这个所谓的防汛了 但问题是呢 如果水越来越多 现在啊 这个城门外的这些 这个民众 也会非常非常的担心 所以在这一次湖南省呢 就发布了什么 今年第一次的 这叫红色暴雨的这个警戒 那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呢 洪水你看哦 它不是只有一般的水而已 连土石流 甚至你能不能看到 好可怕 有一个声音在讲 快点走 快点走 为什么 因为呢 其实啊 它在里县的一个小村庄里面 那那个水流 夹带大量的泥土 这样子一直往里面冲 那那时候其实有一个餐厅的 这个老板娘你知道 他本来在那边就反而觉得说 就淹水淹水 结果后来发现不对哦 因为土石那个力量代表什么 那个水流非常的湍急 所以他就一直在吼说 赶快走 赶快走 大家赶快给离开啊 所以在湖南省 2024第一道的洪水已经形成 你刚看到画面 源源不绝灌进了 居住的小区 社区 农庄 我就问 所以抢救洞庭湖大作战 就等于抢救湖南大作战 今天如果湖水淹漫出来的话 湖南省也要遭殃了 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得到 对当地的民众来讲 就是过去或许有盐水 但从来没有淹过这样子又大又急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车子居然上面载了一堆的这个人 事实上就像画面上面所这样 因为他在30号的时候 有一个村民受困之后 赶快打电话给他这个村书记 村书记立刻开着这个 我们讲这个 这个有蟬斗的那个车子 赶快把民众就在 把这个载过来 所以你看好几个民众 都坐在那个车产里面 就这样过来 可是虽然有民众就苦衷作乐 他就说天哪 你真的是我们的这个诺亚方舟 但问题是这个水 如果这样一直下去 等到水退是一件事 水退后的这个所谓的灾后的复原 那对他们来讲也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刚从上海开始一直走 走到这个所谓的湖南 这个地方再进来 你看连贵州 贵州这个地方 事实上它也产生了这个所谓的暴雨 还导致它的这个五阳河的水位 不断的上涨 那你看贵州其实它之前有很著名的景点 就是所谓的古镇的这个景区 结果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 你根本看不到道路 因为这些整个的景区里面 全部都被洪水给淹没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洪水的另外一边 就是所谓的车子 你看它那个整个都垮下来 被水都冲过去 所以你如果这样看过去 就会发现到好多住宅区的一楼都已经不见了 甚至有一些这个大型的这个车辆 都被那个淹没 那你想想看 道路都不能行走的这个状态是这样 对于民众来讲他只能受困在他自己的住宅里面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健康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郡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